这个今天又停啊 包括徐老师都穿的张灯节裁 对整个想说 我今天拿到桃红色裙子 就想说因为今天要讲桃色新闻 想衬托出今天这个话题的热度 热度热度 但是我们先要树立高度 这个我们凤凰卫视啊 对于明星的这个绯闻 众所周知嘛 我们素来都是比较这个伪君子的嘛 是吧 我们是有底线的 对吧 我们老板一直教育我们 要分得清楚 公众利益和公众欲望的区别 公众利益和公众兴趣的区别 对吧 我们要满足 我们要为了公众利益而奋斗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公众欲望和兴趣 对吧 所以过去 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明星没有绯闻 是吧 不是 我们报道明星绯闻的时候 所以多年来我们的这个娱乐节目 都没有广告 是不是没有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们老板定的这个原则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你守不住了 因为在文章的这件事情上 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超过了马航班机 超过了自然灾害 超过了战争新闻 头等大事 那么你说 这个就我跟你说 就像明星躲不开狗仔队一样 我们这个主流媒体啊 这个躲不开也躲不开这个八卦媒体啊 所以他们成功了 我认为八卦就是八卦媒体成功了 是民众真有这么多兴趣呢 还是是被媒体忽悠的呢 我觉得反而相反 就是大家 大家都指责说是媒体不对 是媒体炒作啊 或者是用了不正当手段 去关心了别人家的家务学啊 等等 但我在想 如果大家不这么看 这件事情就不会这么热啊 所以应该是 民众 网民们把这件事情 推到了这个高度 还有这是这两三天的话 的热度来说 那当然这件事情是火了 但是长期来看 我不认为 民众会一直关注到 他们到底 这每一天 过得到底如何 长期呢 它就变成了 人家研究传媒的 那些做学术的人的 一个研究课题 就是说 曾经有一度 这么一件事情 被放大到 这么大的一个程度 将来人家会拿出课题 眼前呢 我跟你同样的疑问啊 我在这个微博上 发了一个问题 我说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变成 这么大新闻呢 不到一个小时里面 五百多条回帖 大概三种答案 第一种是说 他们原来演的 尤其是男的 一直是演个好男人 所以现在人家觉得 不是好男人呢 就失望 我觉得这有点可笑 这个演什么人 跟是什么人 这个 可是这就是明星啊 你明星在卖的 除了你的实力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一半 就是形象 不然我为什么 找你做代言呢 我为什么只找你 做家电代言 我为什么找你 做手表代言 因为你的形象 给我的感觉是时尚 或是好爸爸 或者是某一种销售 但是得知道 那是形象 不是内心啊 对 但是你演艺人员 你的形象 一半不见了以后 我当然可以 因为他这是你卖的东西啊 这个问题提的好 但是这个问题啊 得两面说 对吧 也一面说呢 就是我早就有 仙见之明的说过 你记得吗 我老在节目里说 我说 我一看见这个电视上啊 这个晒幸福 香港人叫晒幸福的 我就想笑 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倒不是因为别的 不能啊 我是觉得父爱母爱 这种禽兽动物都有的感情 有什么值得去炫耀呢 某些明星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当然你很感人吧 说的眼泪都下来了 然后包括有些夫妻俩 包括情侣 一块走学了 因为你们俩手拉手走红地毯啊 钱加倍 对 很多拍广告也是这样 对吧 一个人50万 两个人300万 没错 那么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当时我就说啊 我说你可不晓得人世无常啊 你光是现在 你你哪知道将来会变化呢 对吗 你你你怎么知道 你你现在是你自觉自愿的 把你的演绎 不是人家强加你的 你自觉自愿的 把你的本来一个专业形象 抹上了一个好家庭 好孩子 好爹 好爷爷 好奶奶的色彩 你给绑架到一块了 那么你说你到时候 要不要承受这个报应啊 可是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又要说 人对吧 难道就不能变吗 难道今天我跟又婷恋爱谈得好 我们俩在电视上讲 我如何爱他 如何爱他 这怎么了 那过明年我们分手了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难道说因为今天我们俩在电视上说 我们俩多么相爱 你们分手的时候 你们俩就不是人了 你们俩就就就就 就是什么人了 我觉得这也 这一方面你这么理解也不对啊 凭什么不能秀恩爱啊 秀完了离婚凭什么不行啊 你不是全世界的人 普京 普京没离婚的时候 整天带他老婆到世界各地去 那不是离婚离婚了吗 你怎么不把普京给弄 给弄一下呢 但今天这件事情 也有道德的问 就是如果你要在 他不是只是纯粹的分手啊 离婚啊 他是偷吃的问题吗 是小三的问题 对是同时的问题 对 老师第二个答案是什么 很想知道 第二个答案就是 我们刚才讲到了 他说是一种传媒的操控 对 是因为有些话题要让大家避开 转移一些 不是 现在真时髦 不是 我说是网民 就是那个微博上回答我 第二个人就是说 因为这不能说 那不能说 所以转这个 第三个呢 我觉得那个倒是一个 跟马行一样是永久的迷的 那有些人回答就是说 因为这事千家万户都发生 很多人感同身受 所以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就是说 虽然这个事情是个案 这是明星 他们都有他们各自的原因 你们讲了很多里边 姐弟恋爱什么 都是个别的因素 但是这类的事情 再简单的说吧 就是 大家觉得很好的一对 真心实意想要长相厮守的 突然中间一个 有外遇了 怎么办 就这个问题 很多人就是说 永远讨论不完的 所以他们 从第三个角度来讲 我倒也有点理解 这个问题 之所以引起这么大风 千家万户 能够 能够在里边参与进去 达志主编自己也说 他说呢 他为什么要登这个 他说他权衡过 这个家庭啊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有所爆炸性的影响 他说到最后 他发觉第一件事情 他觉得要登 第一他觉得这个 对方应该可以有这个 就是可以掌控 这件事情的能力 大家也不要小看他们 觉得他们太软弱 第二件事情是 就是要给全天上的男人 一个教训 所以主编自己也有个道德观 在投射到这件事情上 说这件事 我肯定觉得他会轰动 而这轰动就是要给 所有男人一个教训 就是娱乐已经也不娱乐了 他就是有种社会教育的成分 在里面了 这就是我认为这个 大陆的这个狗仔队啊 他这个很宝贵的一点 他跟港台有味道上 是内在气质上 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个陈朝华我认识 他是个传媒人 原来是跟我们评论家来往的 现在才去弄这个南都这个娱乐 对 这个我还有一次 跟这个陈朝华这个这个同车 我发现我当时啊 就是 我当时的看法还是很简单的 我就跟他想 我说狗仔队 这就是下三烂 但是他就跟我想 他说哎呀 你可不是 我们那是个小年轻的 这是他们的事业 他们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空白 我们大有可为 你知道 你知道这件事让我想到什么 又听你刚才提这个道德啊 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事啊 是个一个可喜的事情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近来不都说中国经济起飞 道德滑坡吗 道德沦丧吗 说现在 哎 我从这次的事件当中 这次全民大讨论当中啊 我看到可不是这样 多么有道德啊 人人都在说道德啊 连狗仔队都在说道德啊 所以我说 这怎么又说我们道德滑坡呢 所以我都要修正一下 我过去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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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 我就发现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我说狗仔队 是下展览 现在通过事实教育 我发现了 我应该那个什么了 就是扭转我这个偏差的看法 我这次你知道 我这几天看的眼睛都红了 看了所有人的这个意见 哎 就这两个人的事情啊 你看得过来啊 两百两百多万 这是徐老师 这是我可怜的生活里 只有的一点 做节目很认真 做节目很认真 我就看五百多条都晕了 文涛你知道他为什么现在开始夸狗仔 你最近被跟了是吧 发觉就是最近后面有人跟 赶快讲点好话 会不会他们就放过你 对不是 我估计我讲了话 这个话之后啊 他们更不会放过我 我我现在修正 我的观点全面的来讲 我跟你讲 徐老师是没错的 是这样的 我觉得啊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 每一个人都用他自己相信的道德 去评价 去指责 去调查另一个人的话 就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说 我相信这个道德 然后我用这个道德 不是要求我自己 而是看你的话 看你的一言一行的话 那么最后的结论呢 就是我们大家全体都是下三浪 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是说相反的 如果大家愿意用这样的道德去要求自己的话 中国就会非常的美好 等去一下广告 再说下三浪 枪枪三人行 专说下三浪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能说全体人民都是下三浪 只能说所有的人呢 都在探索道德底线 其实也不单中国人 全世界的人 所有的人类 对人性的理解 都是有个假定 就什么叫人性呢 就是说一个人做的事情 如果是可以解释的话 那这个事情别的人也可以做 如果一个人做的事情 他是不能解释的话 解释不通的话 哪怕他是一个人在做 别的人都会感到不安 因为对人性的理解 就是说一个人可以理直气壮 做这个事 比方说那个飞行员是孤狼行动 没有任何动机的 把一飞机的人带到南北洋 假如说真有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一个人性课题了 所有人在登飞机的时候 都看到那个 每一架飞机的架飞机师 都看到 你是不是会不会是这么一个 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说有人说他是可以做的 那每个人都会讲 那也许我也可以做 正因为如此 这个虽然两个明星 跟我们距离那么远 他们赚那么多的钱 冷静地想 他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但是大家都会在想 这好像又是我们的问题 对对对 诶 又婷 你作为樊小三协会会长 你怎么知道 我是樊小三协会会长 我经常旁听啊 你怎么知道 我是樊小三协会会长 我只是说 第一啊 你明星要做这件事情呢 你本来就是应该要怎么讲 就是你当明星的这一天 你就别别 就是应该就要承认 这样的一个现实 你觉得他们是做错了是吧 我没有说对错 但是他今天的回应 好像一副就是 是你逼我到绝境 不对 若要人不知 处非己莫为 狗仔是你在踏入 当明星的那一天 他就存在的事情 他没有说你当明星之后 才发觉 啊 原来有狗仔 没有 在你当明星的那一天 你就知道有狗仔 充满在你社会 所以你要不要做 你也看过千千万万个例子 在你的前面 你要不要做这件事 做 做了以后 你当天就要红 你就要红得跟 就不就像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狗仔才会理你嘛 所以换句话说 这是你事业的成功 狗仔才追你 这都是他们演绎事业的 一部分吧 是 包括出去 抛过反驳 包括接下来怎么 所以包括接下来 这几天 我觉得其实 大家都是参与的一份子 你回应了 其实你也就在 这个故事当中 你就继续让他的 这个剧本 继续写下去了 就像我说 我觉得以为 这个周刊照片出来 这件事就停了 一周刊每天在台湾 多少这个明星的 这个大事 就是照片啊 什么时候 不就是每天看吗 每个礼拜出一本 每个礼拜都有的 周刊故事 但是停在哪里 这是重点 你的意思说 文章要不回复 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以不回复 它是另外一种公关 就是说 或者说你回复在第一天 就停了呗 怎么会有第二篇的微博 怎么还有爸爸的微博 那这件剧本 我不就得继续回应下去吗 据说是花了几百万的公关 这个要 这个可能是谣传啊 但是就是 如果真花五百万的话 我认为这五百万呢 可以有另一种用法 就这五百万 他给我也行 你知道吗 就是有另一种用法 为什么 你看刚才又挺讲啊 讲这个这个记者啊 这次我真的 他们那天 哎 我今天本来不知道聊什么 但是有个人跟我讲 说这次啊 这个卓伟啊 陈昭华啊 谢小啊 成名人了 一下我就知道谈什么话题了 你知道吧 这是 你看啊 过去我在 说实在的电视里 我还回避提到 这几个人的名字 出于某种顾忌 但是我现在觉得应该让他们当名人 你明白吗 就是 他们也会被起底 也不容易 我看了他们 就是说的 所以我说为什么 现在狗仔队都讲道德 至少人家讲的是职业道德 哎呦 这行业也真是咒服夜出啊 小型夜宿 而且还被收买 哎 真的是说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一定要帮别人老婆捉奸 帮全国人民捉奸 捉到为止 所以我绝对认为 我们应该恕他们 这个什么 这个 每年不都有那个感动中国吗 哎 你应该跟那个评审委员 呼吁 我跟你说 最不是 中国每年都有职业道德标兵 我不是开玩笑 我说心里话 我没见过一个像他们这么敬业的 记者 那 真的 他们绝对应该当感动中国 职业道德 对 职业道德标兵 真的 跟了八个月才跟到一个画面 而且我还要再说 这件事情有人说狗仔就是不道德啊 你不应该跟拍什么 他就在大街上 我只是就跟着一个人是没错 但他就在大街上 他不是说在一个饭店里面 我用针口偷拍 那可能这个我觉得有道德的问题 你已经轻涩到太隐私 他就在大街上爆了 是 我就不能过于看一眼 这其实意思是一样 都可以震荡了 就是咱们的社会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现在我看了这么多的辩论 争论 我感觉到啊 人与人之间啊 真正的相互了解啊 靠讨论解决不了问题 只有靠什么 异地而出 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 他 哎 以后啊 我们应该让这些出色的新闻工作者 让这个陈朝华 谢小卓伟啊 让他们出名 对吧 让他们成为名人 因为成为名人了以后啊 他才有机会 异地而出 比方说 那天有个明星跟我讲 我就听笑 去说这五百万 说假如真能出这个五百万 那导演让我去广告 去完广告 我再说这五百万怎么用啊 这枪枪塞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现在认为 要想互相理解 只有让明星去当狗仔队 让狗仔队去当明星 这样就异地而出 要花五百万 五百万 众赏之下必出勇服 你可以啊 咱们得明星 集合一切的力量 让这个八卦媒体的出名 出名之后呢 你要真有这钱 再棋地狗仔队 你请啊 你请狗仔队啊 对吧 那你你去拍他们 还有他们家人 一切的情况 那咱们大家平等了 可是他们 这可以吗 可是就算你拍到了 这些记者的小三 或什么的 他的刷伤力 跟你刷伤力还是不一样 对那如果不一样 就是因为 我们让人家成名还不够 我们必须让人家成为 特别的名人 到白岩松的程度 对吧 然后再狠狠的摔下 对中国这么有名的娱乐记者 哎 这也是名人啊 但是我倒是觉得很妙的是 刚才你说的是异地而处 大家现在狗仔这么 尤其是全民狗仔的一个情况 在台湾那个还鼓励你啊 拍下来寄到苹果日报 还送你给你钱的 就是鼓励所有民众都偷拍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照理说你也应该知道说 哎 我也这样过 因为我也可能被其他人偷拍 我也可能怎么样说 你应该会对这件事情 比较宽容一些 或者是骂声不那么高 但不是 明星的生活表演 他有获益 大众的这个绯闻的侦探 背后是满足公众的一些 普通的道德 这个目前他们看上去是博弈 其实是双赢游戏 双赢 你这话人家家里人不会同意的 家里的私事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们讲的是 明星跟绯闻制造工业 这个都是文化工业机器当中的一环 我正想讲的是 人家家里人 我倒是不关心明星什么 因为马依丽来做过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女嘉宾 对 我对她印象很好 非常出色的上海女人 非常觉得太可惜了 她这个另外那个男的 我不想多评论 我觉得我想讲的 透过这些 他们的双赢游戏 你们越关注越吵得凶 他们不是零和游戏 不是双输 而是双赢 但是 大部分人关心的 其实还是自己 在这个事情里面看到自己的人 这个才是一个最最永恒的问题 我跟你说 我还收集很多人的材料 比方说有个网友说了 说什么 他们女人骂也就行了 说你们这些男人 哪个不偷星 他就说他的意思 女人骂这事可以 我们男人谁不知道 谁自己怎么回事 也在这里骂 然后呢 还有一个人说这个是谁 这罗永浩 什么罗胖子 说这种事情 只需要跟受到伤害的家人认错 不需要跟全世界道歉 将来的事业发展 主要还是靠作品等等 还有人发表评论说 当我们谈狗仔时 别谈道德等等等等 其实我就是觉得 这个社会的这个一切 我都能接受 我特别不能接受 人们谈道德 不管是哪一方 接下来为您播出 文明启示录